14.hp 有一些帶領技巧 這個就是也是跟大家做一個討論 就是在帶活動的時候 當然一開始可能會先跟長輩介紹一下說 待會我們會做哪一些活動 可能就可以搭配一些手勢直接做操作 那其實眼神的交流很重要 你看長輩 跟他對到眼 然後跟他頂個頭 就有點類似在肯定他、鼓勵他 然後他就會很開心 那當然在帶活燈過程 不要說你待會做什麼 要說我們一起做 我們等一下要做什麼動作 就是以我們一起去做一個進行 那當然其實剛剛講 我們到社區去 踏入社區那一步 就開始要去找 到底哪一位長輩 是一個keyman keyman的意思就是說 他只要一講話 或者是他只要一笑 他周圍就會被他帶起來 那個氣氛很重要 所以其實你就要去找到這些成員 來幫助你的這個課程 因為有時候你還是會遇到 整個班級可能年紀都比較大 可能你講的一些笑話 你講的一些主題等等 他們都沒有興趣 所以這時候如果有一個比較 會炒熱氣氛的長輩 就很重要 就知道你不願意 把氣氛的多舊 在哪一個爺層 以後能之下 我真的有機會 對 很短短的